大家好,我是Yvonn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故事 希望大家有興趣或內心去聽 因為小店除了做音叉療癒之外 最多客人來找我做的反而是奴隸音叉治療 什麼是奴隸治療呢? 所以今天想說一下什麼是奴隸治療之外 其實是想再說一些起源 就是奴隸治療是怎樣來的 因為這個故事都挺有趣 所以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第一部分我會想說一下 什麼是奴隸治療 首先由一個字的結構說 奴其實就是我們的頭顱骨 我們的頭骨 頭顱就是奴隸 所以奴隸治療第一個開端的奴隸 就是指我們的頭顱骨 那底是什麼呢? 那底呢? 這裡有一條尾龍骨 這裡有一條尾龍骨 那我們的腰骨是有個弧度的 其實這個其實就是 再落這裡會有個 其實這裡會可以連著去盆骨 這一個是我們的大陣 我們整條脊椎的底部那一節 而最後的底骨 最後的尾龍骨 或者尾骨 尾骨 尾骨彎了進去 這一節彎了進去 我們也稱之為底骨 所以奴隸治療的意思其實是 由頭顱至整個大陣 整個頭顱 整個腰 整個脊椎 去幫你做一些鬆筋膜的過程 過程是會不痛的 很輕力 很舒服的 至於好處呢? 我們可能稍後再說吧 因為呢? 腦底治療其實另外有一個名字 亦都叫做筋膜治療 筋膜治療 筋膜是甚麼呢? 當然坊間說的筋膜治療 可能跟我的腦底治療 是有少少出入的 因為會有一些 他們的筋膜治療可能是針對性 例如運動員 可能運動之後傷了大腿 或者傷了筋骨 所以他們會專注去鬆解大腿的筋膜 而我做的腦底治療 是由頭到尾龍骨 即是由頭到腳 去整個包裝 這樣一次過去做 就不是針對某些部位 而近年呢 亦都有一些美容院 去拿爐面骨 去做面骨 亦都是一個好似的一個技術 因為它的爐面骨 亦都是爐底治療的其中一範疇 因為真的 我們的面骨 其實是可以有輕微 即是很少的移動 因為你的筋骨要移動 你不可以沒有空隙 讓它移動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有移動的 所以有些人 例如高低拳骨 令到可能真的歪了 不知什麼原因令到它歪了 可能真的會有少少少高低眼 或者大小眼 通過他們做 可能美容院一些療程 就做這個爐面骨 去幫你類似整整它之後 其實所有東西 可能大小眼 或者高低拳骨 都會改善到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為什麼我們又要鬆開筋膜呢 其實我們從頭到腳尾 有肌肉的地方 就有筋膜 因為每一個肌肉都會有筋膜 去包住 其實是一整片的筋膜 去包住我們的肌肉 因為我們要動的 我們的皮膚會伸展 有彈性的 我們動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筋膜 沒有性 可能就會少了彈性 可能乾爭爭的時候 它會磨擦得很重要 所以其實在肌肉 肌肉和筋膜之間 其實就有一股很薄的腦脊液 在流動中 為什麼這件事 對我們很重要呢 一會兒介紹 說這個故事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明白一些 或是清楚多些 其實以下還有一段小片 去展示給大家看 什麼是筋膜 可能會有少許驚嚇成分 可能需要加上指引 因為那段影片 我就是拿了一塊豬膜 去展示給大家看 什麼是筋膜 大家可以在影片中 會看得清楚很多 我們現在去一去片 現在這一塊是一塊豬膜 切開了 就是一塊豬膜 這是一塊豬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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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和骨 它不是乾燥燥的 因為你動的時候需要磨擦 而這一塊豬膜 其實我們看到一塊豬膜 很薄的一塊 白白的 這是我們所謂的筋膜 這是一塊豬膜 這是一塊豬膜 透明 大家可以看到 透明 透明 如果你慢慢找到刀割 它是可以分離出來的 這塊豬膜 很薄的薄膜 我們就叫做筋膜 好 相信大家看完剛才的片段 都會對筋膜 認識多了 了解多了 其實可能我可以用雞胸 來示範 可能會沒有這麼 肉酸 但是沒有 剛剛有一塊豬膜 在家裡 我就拿來拍了這個片 我之前學了奴隸治療之後 在書局今晚特價 我就買了一本書 我今天就不是想介紹這本書 而是因為這本書 它有提及到 根膜治療的故事 那個起源 即是怎樣會發展出 這一套自然療法 所以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現在手上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 頭腱骨按摩治療法 其實我未必是真的想介紹這本書 這本書是講一些動作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幫自己做 去搓一些筋膜 當然其實 例如背部 有些動作 有些位置 是真的很難自己幫自己做 所以需要找我 或者去其他地方 去做一些奴隸治療 我今天是想介紹一下 這本書是講起源的故事 可能大家可以就這樣聽 未必需要看著這本書 他就說 最早開始研究頭蓋骨 是可以移動的 是一個美國人 他譯名叫做 威廉加納蘇澤蘭 我們稍後會統稱他為蘇澤蘭 因為他自己在學做整骨療法 例如正骨類似整骨 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調整 他發現耳朵骨的模型 他發現耳朵旁邊的捏骨 摺縫位置 看起來好像一個煲蓋 這裡有個卡通的漫畫圖 他發現這個位置 好像有一個煲蓋的形狀 他就覺得 其實這個位置是否應該可以移動的呢 他就覺得很好奇 他就再仔細一點去看清楚 頭顱骨的模型 發現其他骨頭的 這個位置的接合處 其實都是紮實地咬合 其實應該是筍 可能他的意思是筍 是筍的 但是只有這個捏骨 看起來好像一個 扇背的形狀 所以他懷疑 這個部分 是否能夠直接拿出來 即是不需要筍 怎樣可以拿出來 我又很有興趣去研究 後來他又嘗試摸他同事的頭 其實他說隱隱約約感受到有些位置在動 當然說的不是很大的動動 是有些可能像我們脈搏跳動 或者總之是他感覺到有些動動 他只是用普通手法去摸 那可能其實這一位 這個蘇澤蘭 可能他的手是比平常的人更加敏感 比較敏感 所以他摸到有些動動 首先他就產生了一個疑問 他覺得頭蓋骨 為什麼要動呢? 還有他說 既然這些是人體的動作 其實 即是我們的人體很奧妙 他這樣的設計 可以與生俱來 生出來是這樣的 其實他說 他覺得 一定有他的意義在這裡 否則不會是這樣的設計 或者這樣的設計 為了解開他這個疑問 他就嘗試用繃帶去摺著自己的頭 刻意想讓頭骨不動 看看有什麼事發生 這裡有個漫畫圖 他就用繃帶去摺著自己的頭 他就想看看 我令到他輕微的小小筍位 的走盞位也不讓他動 看看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而這個摺著 他是每天 即是24小時都摺著 他不打算脫下來 他是一路一路怎樣都要去摺著這個 就算他繼續去學整骨 整骨療化的時候 他都沒有擦 總之他24小時都一路摺著 連續摺著 想看看會有什麼事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蘇澤蘭就開始身體覺得不舒服 以及患了抑鬱症 其實這段書中說 其實如果一般人這樣 應該會開始脫下來 但是他反而是相信 這樣的頭盔骨動 即是和我們身體會有一些關聯 他更變滿加禮 去把整個頭其他部分都摺上崩帶 即是整個頭都摺上崩帶 他覺得很驚訝 很震驚 但是本書就開玩笑 其實最驚訝應該是他老婆才對 因為他的太太 看著他一邊做這些古怪的實驗 其實心理壓力真的會很害怕 他摺到有抑鬱症 那是否應該會更加恐懼 更加心理負擔會很大 於是 最終見到他的情況越來越差 他的妻子就不行了 要停止他的行為 把他的崩帶全部脫下來 其實在蘇澤蘭的心裡 他是不情不願的 因為他很想繼續實驗下去 但是因為他的妻子見太嚴重 沒有辦法一定要停止這個行為 那麼 拆了崩帶之後 他的身體就真的慢慢康復 慢慢好起來了 於是他對這件事 就花了30年時間去研究 終於被他研發了這個 盧蓋骨自然運動的方法 即是其實是盧底治療的初型 在這個階段 蘇澤蘭涉獵的領域 其實不只是頭盔骨那麼簡單 他是拓展到整個人體 否釋了很多肉眼看不到的微細動作 解開了各種動作和人體的關係 例如膨脹和收縮連動的關係 腦脊水液的循環 氣的流向等等 這些都是他研究到的範圍 在今時今日 人們大多數將蘇澤蘭研究稱之為 盧箭骨療法 或者整骨治療 也是盧底治療的初型 基本上都是 這種療法多數都是 要別人幫你做 所以這本書 其實他之前說 有一些動作可以幫自己做 但是 其實如果你說真的想由頭到尾 由頭到腳都去做 這個就真的要其他人幫你做 自己是做不到的 這本書裡也有舉例 在外在壓力 很多時候因為外在外來的因素 外來的壓力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的情緒很緊張 或者是精神受到衝擊 而令到心靈有些創傷 這些情緒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的身體很困緊 例如有些人很傷心的時候 心口好像突然很緊 或者我覺得不能呼吸 好像有一塊石壓著 這些都是 其實是我們的情緒 影響到我們的肌肉 或者各方面失衡 斑緊 而造成的一些情況 那生氣的時候 如果憤怒的情緒不斷累積 那我們的肩膀和手背過度用力 就會騙著拳頭 生氣的時候很想打個人 其實這些情緒是影響了我們的肌肉 無緣無故不會收緊 你一定是有些情緒 或是外來的刺激 而令到我們這樣做 這些都是會隨著我們的情緒波動 而出現的一些強烈的反應 所以大家都可以想回自己 有些情緒不開心 生氣、生氣、生氣、開心 生氣的時候 我們的肌肉反應是怎樣的呢 我們的臉部、手部、肩膀和背部 肌肉又會怎樣的呢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現在坐在這裏 或者你在always上班 其實你的肌肉已經在斑緊了 其實已經是經常收緊了 因為你好像要很有精神 很注意力集中去做事 就算現在我叫你 我叫我自己去放下肌肉 大家是否也看到 有一個落差在這裏 證明我們在我們不留意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在用肌肉 也在斑緊了 正如剛才書中 蘇澤蘭的實驗 他會縮著自己的頭 不讓你動 竟然令到他出現抑鬱症 或者其他身體的毛病疾病 所以為什麼 有時候也是 大家都可以按下太陽穴 鬆一下這裏的筋膜 因為有些 尤其是戴眼鏡的人 如果是比較肥的人 這裏可能是很窄的 眼鏡放著 其實這裏你長期 對你的腦脊液流動的循環 都會有些影響 如果大家脫下肌肉 都不妨按摩一下 鬆一下這個位置 其實都會有幫助 所以為什麼 腦底治療除了可以 為什麼腦脊液的循環 對我們這麼重要 連情緒都可以 我又不是說 腦底治療很慢能 但它的覆蓋範圍都很廣泛 因為當你平整了 鬆了 即是我們的筋膜 可能用得多會瘋 即是你覺得當它 你模擬一個想像 一張床單的畫面 如果你的床單是用得很久 瘋了 不平整的 那裡面 它的床單和床褥之間 我們就當它有隻腦脊液 那腦脊液的循環 就會受到影響 那個流動不暢順 不暢通 如果我們就是用這些手法 用腦底治療的手法 去平整 好像掃平 幫你拉上筋膜的時候 正如拉上床單的時候 你平整了 那裡面的腦脊液的循環 就會暢順和暢通 變成很多情況都可以改善了 例如肌肉的痛症 又或者真的 因為它可以平整我們的腹膠感神經 或者神經系統 變成我們的身體很聰明 流動暢順 自然很多事情 它懂得繼續去調節 自己去調節 正常適合的水平 所以變成可能情緒 像蘇宅蘭的抑鬱症 開始除了崩帶 即是它沒有做腦底治療 它只是除了崩帶 當然不是立刻 而是隔了一段時間 它的抑鬱症也消失了 所以其實腦底治療的幫助 可以除了舒緩我們的肌肉痛症之外 其實情緒也有幫助 因為我自己最做過 即是幫人做的 其實有抑鬱症 驚恐症 產後抑鬱症 這些症狀也有幫助 可以改善和舒緩 當然也要再說一次 就是每個人的新陳代謝 體質 免疫力 甚至乎你個人的接受程度 都會不同 所以功效可以維持多久 或者是否做一次就可以 這些全部都是因人而異 真的好像我這個腦底治療 我都當作像 Taxi 幫你推動 你的身體就像一輛車一樣 但如果你身體沒有油的 不夠油的 我怎麼推都可能不動 所以 它也不是萬能的一個療法 也有時候有些人可能配合看中醫 調理 或者有些人吃濕片紋 去幫助 然後再做腦底治療 一定會有更好的改善 所以大家都可以因應自己的體質 自己的新陳代謝 都可以嘗試一下腦底治療 或者找一些適合大家的療法 我今天講故事的時間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給點讚、分享、留言 又或者可以幫忙按鈴鐺 下次有新片 就可以通知到大家 今天的介紹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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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